HELLO 早安嗨你好,我是秀哥 I'm Hugo 今天的排位要來玩特爾安納斯 你們知道嗎? 在射手的出場率排行當中 特爾安納斯他的出場率是射手中第二名的 僅次於凡恩 而且他的出場率只比凡恩低一點點 凡恩高,這個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角色 不對,是每一位玩家 我們第一個有的英雄就是誰? 就是凡恩 特爾是要花錢買的 490,好像是490點券喔 就算你換成金幣也不少錢吧 所以你這樣子想想 這樣特爾安納斯如果他是免費的話 這個出場率絕對是No.1第一名 比凡恩還要再更高 那這個特爾到底他有什麼優勢呢? 可以發現到手非常長 這個前期跟拉維爾互射 我們還能贏 就知道特爾他持續傷害 一技能開起來手特別長之外 傷害還特別痛 那特爾的唯一缺點應該就是 沒有位移技能 但是簡單又暴力對不對? 只要把一技能開起來 無腦射就對了 那玩特爾他除了無腦之外 其實他的上下線啊 取決於你的站位 因為你沒位移技能 所以什麼時候該往前射 什麼時候該留在原地 什麼時候該撤退 那個時間點非常重要 然後還有一點 隊友也很重要 通常玩什麼特爾或卡芬妮的 這類型的射手 他旁邊都會有一個媽寶 是有一位有一個媽媽 媽寶是指我嗎對不對? 指射手本身 所以他旁邊都要有一個 可以保護他的 像卡芬妮很常會被海倫 對吧? 那卡芬妮呢 為什麼他也要配一隻 這個媽媽或者爸爸? 因為他的持續傷害很痛 只要有人能保護我 我的輸出就能最大化 但只要有人沒有保護我 就算我的輸出再高也沒有用 因為像那些刺客或者是戰士 都有足夠的能力 可以秒殺掉我 像這場對面的 補助是蝙蝠俠 是蝙蝠俠 我隨便一套我就沒了 就沒了 對 所以特爾就是還蠻吃 隊友給他輸出空間 那這個前期呢 非常明顯 我們把人家外塔給拆了 好 然後再清這一波兵線 這場 我能很快的把外塔拆掉 也要歸功於我們家的輔助 戰尼爾 他不斷的給我視野 再加上那個蝙蝠俠 沒有一直來抓我 除了這邊 我們追得太深 果然人就來了 呵呵 除了戰士之外 其實像對面的伊格 他丟大招 我也沒有位技能可以閃 只要他手不殘 心不抖 手不抖 對 手不抖 那情況下 他大招隨便都能丟到我 那後期他丟到我就是半條鞋 圖倫可能在清的大招 我應該就沒了 所以在這種環境底下 特爾他的出場率還這麼高 真的要給他一個大大的讚 就算了吧 那我們這場就是持續的濃下去吧 因為這場可以看到打到中間 我們是有一點點的微逆風啦 打不太出去 因為他們輔助吃蝙蝠俠 不斷的往前抓 然後伊格又一直丟一直炸 一直丟一直炸 你說這樣可以嗎 不太行吧 這邊直接開戰 射到了之後搭配清燕 這場我們感覺少了一個開戰的角色 對 感覺少了開戰角色 就是我的大招拿去開戰了 然後清燕衝出去 嗯好像就沒了 對所以我們整場 就是只能夠守 沒辦法進攻 喔這個圖倫 這就送頭了吧 欸他看到戰尼爾跟我 才還這樣往前 這不殺死他 這個有點對不起我們自己了 那蝙蝠俠也露頭了 只要他露頭 我們就可以往前輸出 但是蝙蝠俠在沒有露頭的情況下 我會打很乖 甚至我不會出去 普攻 對就算被隊友嗆也沒關係 因為你出去普攻 隊友不看你 不保護你 死的是自己耶 當你被那些蝙蝠俠抓掉的時候 隊友又會問號你 所以呢我寧可自己不要死 給隊友問號 對不對 不然我出去死了 隊友問號我還會警察我 那這邊 來來來 隊友都在旁邊 哇 圖倫就在附近 還有個蝙蝠俠 但是戰尼爾 他的解控給的非常好 一個解控 我就有機會暗示血攻 把血量吸回來 不然蝙蝠俠有 二技能有第二段傷害 那個要非常小心喔 我還蠻感謝這場戰尼爾 他真的視野啊 保護啊 都給的非常到位 那現在蝙蝠俠是死亡狀態 所以我很大膽的往前射 大招跟上 但是差那麼一點點 非常可惜啊 就是等上路的凱撒囉 我們終於有機會進攻了 這個機會喔 全部都掌握在蝙蝠俠的手中 哇這邊被丟到了 這真的沒辦法 一個只要丟正中紅心 我們也只能傻傻給他丟 那這個馬架呢 又很煩 雖然他是等門角 但對我來說很煩啊 感覺沒有人能限制住他耶 對了跟大家分享喔 因為這場對面是蝙蝠俠的關係 再加上他們都很軟 對面都蠻軟的 所以我在出裝方面是有一些些調整 就是我這場其實沒有出塵星 我是把塵星換成了一件彈裝 然後一開始是出護衛軍啦 然後後來發現蝙蝠俠 好像根本就沒有來抓我 所以我就把那個護衛軍 換成了冥霜 不是我在講什麼啦 我把護衛軍換成了仙靈 哎唷 視解功開起來 他終於來抓我了 對 好像對面不管誰來弄我 我都很危險耶 尤其後面又三個 這三隻法師 真的是頭有點痛 欸這個伊格 大招射到 那感覺這場有點依賴我的大招 開戰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我只要射到 維拉就一定暈得到 一套就直接炸下去 感覺要吃凱撒 可是蝙蝠俠在目前是沒有漏頭的 沒有漏頭我們就要非常小心 其實我這個 往前射其實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他只要蝙蝠俠一線生 真的很考驗你們家的祖父 或者是你旁邊的隊友 像我這場蠻喜歡跟維拉走一起 因為跟他走一起 蝙蝠俠他再怎麼樣 只能抓我們其中一隻嘛 對吧 你要抓兩隻 他二技能只能放一隻 所以蝙蝠俠只要抓我的話 維拉會幫我暈 會給他一套 如果蝙蝠俠抓維拉的話 我就會旁邊爽爽射 所以跟維拉站在一起 我還蠻安心的 可是這邊維拉回家了 回家了之後 這個圖倫非常殘血 我們沒有辦法把他抓掉 但是我們兩個隊友 在吃凱撒的時候 最後被搶了 還被蝙蝠俠殺了 這個問題就有一點大了 只好在草叢報仇一下 這場蝙蝠俠給我們壓力 真的很大 可以說是成爺蝙蝠俠 敗爺蝙蝠俠 就他只要沒有抓到特定關鍵人物 他們那一隊好像就打不太起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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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嗜血弓開起來 到底誰能贏呢 最後 好險親應最後有幫我補一些傷害 而且我的死神也用了 好險 我剛剛真的非常危險 但是這邊遇到瑪加 死定了 我這邊換了凌雙 但是我沒有注意到 我還有嗜血弓的主動技能 沒有把他換過來哦 這真的有點打不太出去 但這個圖倫你又失誤了 圖倫又失誤就好辦事啦 目前蝙蝠甲還是沒有漏頭的 所以我們還是乖乖的待在隊友旁邊吧 主要是清這個凱薩先鋒 不要亂出去 然後跟著維拉走在一起 跟著維拉走一起 遇到瑪迦 然後等他大招玩的時候 大招直接射出去空到 我維拉給一套 漂亮 漂亮漂亮 感覺這場是有機會的 但我講過 成 也蝙蝠俠敗也蝙蝠俠 所以這場非常 掌握在蝙蝠俠身上 因為你看他那個圖倫 又失誤又抓到一次 所以在他們隊友這種情況下 我不認為我們這場沒有機會能贏 而且奎倫單殺了蝙蝠俠 然後現在我們繼續跟維拉 羊咒會黏在一起 走在一起 我就不相信蝙蝠俠 這樣子趕進來 我們就跟維拉走一起 一個空大 然後蝙蝠俠真的衝出來 他直接把維拉給秒了 那我們也確定 蝙蝠俠露頭了 他沒技能了 就是我 無情輸出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只要蝙蝠俠不是抓我 我們就可以從頭射到尾 而且根本沒有對手 雖然這個形容有點太臭屁 有點太超過 但是就是這樣 我才會說這場 成也蝙蝠俠敗也蝙蝠俠 原因就在這邊 就只有蝙蝠俠懂抓 他感覺就是蝙蝠俠比較會玩一點 OK把中路高麗拆掉 就差不多要撤退了 不要丟我拜託 戰利爾一個跳大 我是覺得那個圖倫不是那麼會玩 感覺 有機會抓一下 大招 感覺不用射 就能殺死圖倫 那我被一個炸死了 好像要撤退 然後去吃凱薩 這個凱薩是大條的喔 現在我們遊戲時間 已經來到了24分鐘 24分鐘 你就知道打得有多久 那因為打太久了 我們打了將近30分鐘 所以我減掉蠻多的片段 再請大家多多減量 這邊 只要對面不是抓我 我就能射到底 但是 有沒有看到嗎 剛剛拉維爾超級殘血 我以為我一定能射掉他 結果一直射怎麼射不死 反而是我死了 我這個凝霜沒開到就是因為 拉維爾以為他很殘 沒想到拉維爾他開嗜血弓 完了 凝霜連開的機會都沒有 一套抓死 那因為戰尼爾他這場是初步 解控裝備不是舒適 所以蝙蝠俠一漏頭完了 那也如同我剛剛說的 蝙蝠俠只要抓我 他就會被 薇菈一套抓死 但是薇菈一套抓死之後 清眼有點尷尬 拜拜清眼 有點尷尬 剩下 那戰尼爾跟維拉 他們守不住 GG了 我們這場打了 目前打到 28分鐘喔 居然在最後 我們撐不住輸了 最後被抓到 那真的也沒辦法 好可惜喔 這場 打了快30分鐘 還輸掉 但那個心情是非常阿札的 只好我們 下一場再加油 再努力囉 那趕快幫影片點個 大家的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